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自己喜欢的一些设计师摆搭的一些东西 然后NAP就是一个非常很好很全面的购物平台 很多平时我喜欢的品牌都可以在上面买得到 不用出门我在剧组就可以在NAP上面买到我喜欢的单品 非常开心 然后呢 这次与其说是代言 更像是 其实更像是把我自己喜欢的这些穿搭 或者是购物秘籍分享给大家 跟多时分享来的 对不对 其实我听说俊俊代言NAP 我真觉得果然是一个有着超高埋手眼光的这个平台 这选代言人的眼光也非常好 哎呀 谢谢哥 你就夸张我吧 对啊 因为俊俊一直都是 我觉得是时尚圈的宠儿 没有没有没有 很多的穿搭啊 包括私服啊 都会给大家很多就想要跟俊俊穿的一样 特别像男生 比如我 就会很想说 哎 能够参照一下俊俊的穿搭来 解决自己的穿搭困扰 哎呀 格不敢 当然 今天就穿的很好 今天我这身可以吧 今天就是NAP上面买的 是不是啊 给我搭的可能待会要还的 但是真的非常的 我觉得很有这个春天的感觉 度假的感觉 你也是 待会会让俊俊仔细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今天为什么会穿这一身 真太好看了 好看 而且刚刚俊讲了一个重点 自己在剧组的时候经常会用NAP来就是做一些购物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NAP非常适合推荐给 就是有些特点的都市人 比如说像俊俊一样 比较忙的 是的 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线下去shopping 那可能NAP就是很好的选择了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可能适合一些懒人 懒人 就经常自己去选啊 你会眼花缭乱 啊 选不过来 选不过来 而且可能就是你要一家家店走进去好累 是有点累 对不对 然后直接在家里NAP打开就可以了 我就是一个非常喜欢网购的人 是不是 哎 这次有这么荣幸 有这么一个契机啊 成为NAP的代言人 伯特的代言人 哎 真的是太爽了 别人给了我很大的折扣哦 哎 那你既然已经收到很多福利了 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这个氛围当中 是不是应该给我们NAP们 你的粉丝朋友们一些福利 那肯定 两个点你一下 点我一下 接受到 代言人要什么福利给大家 接受到了信号 今天来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就逛直播间的 这个看上哪件衣服 直接送 看完笑 没有 看完笑 那可能今天就送光了 因为很多的NAP都在等你今天 那不行 那不行 看完笑的 先给大家分享一波优惠卷吧 大额的优惠卷啊 希望大家在今天的直播过程中呢 逛好 玩好 看好 哎呀 太好了 吃好喝好 那是不是要倒数一下啊 好的 那就请代言人倒数一下吧 倒数一个吧 大家准备抢优惠卷啊 准备啊 动起你的小手指 三 二 一 耶 恭喜 如果没想到的没关系啊 一会儿还有超多的惊喜 我们的代言人俊俊会在 稍后的时间分享给大家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NAP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因为不仅仅它是 全球奢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更重要的是 它有很多自己优秀的满手 去帮大家做征选 这除了我刚刚说 盲人 懒人会选择NAP 我觉得还有有品味的人 有品味的人 嗯 像哥 文杨哥这样的 像我们在看直播的每一个朋友 对 像我们在看直播的每一个朋友 都是非常有品味的人 选择NAP 就是有品味 因为我觉得让这些优秀的买手 帮大家做好筛选 起码第一步筛完了 是的 然后我再选 都是精品 对 然后我再选一些我喜欢的 就更加省力 是的 是的 怎么搭出去都不会出错 你自己 现在会不会因为关注你 穿搭的私服的人越来越多 平时出门会更加的 就可能多花点时间想一想 今天要怎么搭 哎呀 那可不 嗯 哎呀 之前都是 有这个折刃感对不对 之前都是绞尽脑汁 嗯 自从啊 成为波特代言人之后 嗯 随便这个 网站啊 一逛 随便一买 搭一下 穿出去 穿出去 就半潮流 就半能够体现自己的这个风格 对对对对 我必须要说实话 我自己也是 因为我之前跟俊宇也合作过很多次嘛 然后包括我看你生日直播的时候 我就种草了你穿的羽绒服 然后我刚准备下单 结果看你去玩那个游乐园 然后又看上了一件 怎么穿什么都好看 又是一件羽绒服 哪件羽绒服啊 哦 直播的时候是黑色的 哦 是是是是 我当时觉得 哇 游乐园是白色的 对游乐园 然后改天又看到游乐园的白色 你很有购买欲 重点是 哥 上内 嗯 没错 直接把这些俊宇同款都揽入怀中 你自己平时 比如说要工作也好 私下要出门也好 你花这个搭配的时间会比较久吗 嗯 就不是要看 主要是今天想重点搭哪个东西 嗯 有一个突出的单品 是 然后就其他就配合 不要它 哦 这是一个很省力的办法 是不是 比如说今天你想突破一下帽子 就必须想带这个帽子出去 嗯 那你就要搭一搭这个合适的帽子 合适的衣服或者鞋 点缀一下 衣服呢 如果非要穿自己今天代言的鞋 那其他也得跟着搭配一下色系嘛 哦 就每天出门之前想好一个重点 那还是得打扮一下对吧 这怎么说也是个公众人物嘛 不仅仅是打扮一下 而且还有技术流 大家有没有看前段时间 俊俊那个发的那个视频 在泰国 那个舞蹈太厉害了 俊俊你到底没有看 俊俊穿各种这个 度假风的服装吧 然后有T恤的 然后有花衬衣的 然后还结合了技术 那个拍的辛苦吗 他拍的不辛苦 主要是衣服好看 嗯 都是那个上选的 真的啊 因为要不同的 不停的换对不对 对对对 不停好多衣服 对对对 搭配不同的衣服 嗯 下次我们Netflix 可以把这个视频 俊俊的变装的 这个技术流视频置顶 然后让大家 直接去来学习一下 是吧 各种各样的造型 其实我觉得确实 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的 就是 idea 搭配的灵感 idea 让大家自己日常搭配 而且 其实我觉得俊俊 你自己没有觉得 你在审美 或者说美商这件事情上 我看到有很多评论 说龚俊是美商很高的人 你怎么培养 就是审美 包括选衣服的这种 品味 跟大家分享 实话说哥 我觉得我自己的美商 也是循序渐进 有一个过程 有一个过程 大学的时候不怎么搞 比较随意一点 对对对 慢慢慢慢的接触 就是拍一拍 杂志 多穿一些这种 Netflix上面 多逛一逛 跟造型师多交流 多逛一逛 交流交流 自己的美商就有提高了 对吧 你自己有没有看 其实我看你有些 包括出道早期的 机场的私服什么也都很好看 但是那时候跟现在 你觉得有什么区别 搭配风格上 那个时候 刚入行的时候 没想到有什么区别 那时候比较简单一点 比较简单 基本上不会穿的太滑哨 但如果是度假 华先生就可以了 看到了吗 大家看到了 哎呀 这个真的太好看了 哎呀 要是不是在直播间 我肯定会把里面的T恤脱了 怎么见外呢 来来去那边去 看一下 这个因为大家待会儿 我们可以仔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件内搭很有讲究 很有讲究 它有点镂空的 还有这个牛的外套 这身其实都有讲究 有来头 待会儿说一说 再留点悬念 那其实讲到这个私服 包括机场的街拍啊 这些之外呢 我们也经常会看到 俊俊在很多红毯啊 大型的时尚活动的一些亮相 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个 比较像线下时尚屋的感觉 跟你出席那种 比较正式一些的活动 有什么样的区别 安心情商啊 首先很新鲜 有新鲜感 然后呢 这个NAP的时尚屋 就跟平时去时尚活动 很不一样 就是感觉很享受 因为有很多老师嘛 帮着搭配啊 这个造型啊 各方面 帮我搭一身 很舒服很惬意 感觉像是在度假 度假的感觉 有人服务你的感觉 也不能这么说 大家都互相讨教学习的感觉 但是可能就是 让自己的这个心情 也能够放松一下 是放松很舒服 所以我们NAP也希望 这样的这个线下的时装屋 能够邀请到更多的 在看直播的朋友来 线下体验 体验一下啊 欢迎大家 来到我们的时装屋 感受不一样的感觉 这里要再夸一下我们代言人 我觉得俊俊有一个很厉害的 就是私服穿得非常的休闲 然后很舒适 让男生啊 包括女生可能会想为男朋友去 定制同款的这个look 但是呢 你让俊俊驾驭那些设计款 很强的衣服 他完全能hold住 我看过你很多 因为我觉得你的很多衣服都穿出圈了 哎呀 哥哥 这个有的时候 他们说拍杂志有的时候就得突破一下 是不是 我就没事 哎 我说拍都拍了 那就这样吧 不设限 不设限 也有的时候还是要有点 你会有哪个衣服 哪种类型的衣服 比如说你至今都会有点胆怯说 这种算了吧 哎 就是 有这种不敢驾驭 就是露 有的时候露的有点多了 有点担心 太清凉的就算了 也不一定算了 嗯 就是看情况吧 哎 我给你盘点一下 你出圈的那些look好不好 你记不记得你有一个look叫花蝴蝶 多好看 超级好看 而且它的每个look都有名字 花蝴蝶 还有一个叫火龙果 绿野仙宗 绿野仙宗 我 我很喜欢那一套 嗯 就是 每一个look都能够让大家 就不仅仅出圈 而且记忆深刻 有一个专属的名字 是的 是的 你自己在驾驭这些衣服的时候 这样说好了 这三个 大家印象很深刻的 哪个其实当时穿的时候 比较的难一些 难一些 内心有点挣扎的 绿野仙宗 花蝴蝶 火龙果 还有火龙果 没觉得有难度 都没有难度 轻松 我驾驭 穿上就行了 我不需要配合什么呀 你不太会有这个压力 就决定穿了 那就轻松驾驭他 直接穿就行了 没有什么压力 那你会不会遇到 比如说今天出席活动 准备了一个look 然后团队的造型 是跟你有一些意见不同的时候 别人说 这个好看 然后你说那个好看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就是意见跟你不太一样的时候 就是 是大家共同选择吧 所以也是根据不同的工作 比如说歌曲的风格 什么适合什么样的 像今天 Nap给我搭配的 就很度假 真的我们代言人 好爱这一声 反复反复再给大家 就是提醒大家 注意他身上的 主要是Nap给我搭配的歌 搭配的好 对不对 你这一声也很轻松 也主要是Nap给我搭配的好 所以你说 人靠衣装 你说衣装靠什么 人靠衣装 每靠Nap 对 人靠衣装 每靠Nap 大家想要跟俊俊一样 搭配的又俊又美 那就把这个Nap 下载起来 点击关注 关注 天猫上 点击关注一下 有事没事 多刷一刷 多刷一刷 动动小手指 万一有折空呢 你真的太厉害 那待会还有惊喜要给大家 那讲到下一个问题 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很兴奋 就是俊俊不仅 我们刚刚讲都是 龚俊本人 那其实有些场合里出现的时候 是俊俊演绎的某个角色 其实很多角色的造型也会不一样 有没有印象深刻 哪个角色 他的look是很多的 或者换的比较的频繁 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肯定这个 现代 现代戏 时装剧 或者时装剧 像逆风 这种那个都市剧 他的造型就挺多 因为数过吗 大概有多少个 没数过 因为换起来比较稍微简单一点 因为古装的话 它那个造型没有那么多 因为涉及到这个头发 还有头饰都要调 所以而且古装 它也不需要那么多 因为现代剧嘛 睡一个晚上起来了 肯定就换一套衣服 那古装 真的吗 可能这个涉及到 这个某个阶段 都这么一套 就最近这个 在修仙的过程中 就一直是这个 然后变身的时候 才会有另外一个造型 对对对 就要分场格 不一样 所以其实还是 时装剧的这个体验感 会更多一点 对 造型上搭配可能要多 是不是时装剧里 还能融合一些 自己的审美 或者喜好在里面 比如说徐四 有没有一些衣服 是你自己搭配的 有 我会给建议 他老师会拿很多 给我们订装的时候 会是有些不合适的 就pass掉 根据人物 不太像人物的 不是穿的比较可爱的 或者怎么着 这个就不是徐四的风格 对不对 这怎么可能是呢 对不对 这个有点亮眼了 对不对 这个白色它很少会选吧 要是真要这么搭的话 我就觉得它扣起来 会比较好 那里面这个 酷一点 火龙果色的 这个也是火龙果 今天你不觉得吗 你看火龙果 然后后面绿叶仙踪 都有了 真的哥 那还有个花蝴蝶在这 很搭配啊 怎么回事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是个花蝴蝶吧 小花 这是腹肌 大老师 所以各种各样的造型 你有没有哪个造型是 哪个角色的造型你想体验的 比如说 你有什么想要体验的吗 哎呀 你问过我好多次了 如果是根据造型来选的 我给你出个题吧 比如说 轻功的阿哥 轻功的阿哥 就是那种阿哥 就是那种阿哥 穿那种轻功 然后头发要露一大半 额头那种 哦你说要剃头的 然后那个 嘻哈少年 没有问题 那如果是那种 说rap是不是 可以吗 大精烈 你也可以驾驭 如果是角色我可以 可以 但平时我是 应该是不会接受这样的造型 那轻功阿哥造型 轻功阿哥 为什么你非要给这个阿哥 因为那个头发就会比较 哦 轻是三点水 轻潮的 我以为是你说的是 它会轻 水上飘那种 也可以 剧本好 我可以接受 所以我是那种超级英雄 没问题 我好爱开超级英雄 内裤外穿的超级英雄 超人 那得慎重一下 慎重一下 好了 刚才就先开个小玩笑 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 发放第二波福利了 好 第二波福利呢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三份小礼物 都里面搭配了 哇 这个大家都会想要 我们现场是不是有给大家展示的 有吗 现场没有展示 好 那大家自己想象一下 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我们的NetPotay的这个小黑盒的 小黑盒 经典包装 但是不一样的是呢 我们的每个小黑盒的礼盒当中 都会有一个惊喜的神秘礼物 啊 来了 来了 他来了 没关系哈 惊喜 慢慢 这是我准备的歌 对 而且你还 对啊 可不是你代言人准备的吗 给他感谢 这是我给大家准备的 当当当当 三份小礼物配合咱们NetPotay 独有的小黑盒包装 听到了吗 哎 不要剧头太多了 有礼物在里面 有礼物 有礼物 我看一下 我不揭晓了 我不揭晓了 我自己看 然后还有这个签名 哎呀 打不开 他摔 记上了 记上 蝴蝶结这么优美 我就不打开 那给大家看一下 你的签名这么优美 好不好 帅气的签名 真签呢 是我自己签的 刚刚在后台 亲签的 亲签的 所以大家想要获得吗 哎 现在全屏肯都在打想要 想要的话 来 杨哥教大家获得的办法 今天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 只要你任意下单的 其中三位粉丝 我们将会进行抽奖 然后抽中的朋友呢 就会获得 郡郡手上的这个 NetPotay的小黑盒的礼盒 包括亲签的签名 以及里面有一个 惊喜 到底是什么 你收到的时候就会知道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 获奖的朋友 会在直播结束 二十个自然日内 给大家来祭出 这份礼物 祝大家都能够今天呢 边看边选 选到你喜欢的 NetPot 送给你的这个 惊喜的礼物啦 哎 哎 那今天我们马上呢 先把这个交给工作人员吧 哎 谢谢 马上的这个环节 就要到 俊俊一直在跟大家 惊心动魄的环节 对 就是今天 俊俊的Look的一个简单的分享 Look 大家都很期待 就是问一下 俊俊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先从哪里开始 哎呀 先从这个 我觉得 先从这个牛仔外套说起来吧 大家也都知道 我平时其实非常爱穿牛仔的 对吧 然后今天这件白色的牛仔外套呢 其实是挺特别的 很少见到有白色的 对吧 对牛仔外套都是那种蓝黑比较多 然后这种 我觉得这种牛仔外套 而且非常适合 百搭 日常搭配什么 像搭配杨阳 杨阳哥里面这个白T 也可以 其实搭配这个小衬衫也是 叠穿也 是是是 那我现在这身Look呢 就是刚刚 专属顾问老师啊 为我搭配 和做的造型 是不是很 很 亮眼 亮眼 很不一样的感觉 对不对 而且我看里面这个 牛仔外套上面的这些扭扣都很特别 很特别 它有点金属做旧的感觉 它是有自己的设计感的 你看它里面包括 这个里面 这个我也不知道它是这个 这个设计也很特别 可能是一个造型上的这个作用 然后你看这个 这个胸口的这个口袋 它这个 是有自己的小巧思的 大家能看到吗 这个可以特写一下 看到了吗 很特别 这件 很特别啊 而且这个品牌 据我了解 它的设计师本身不仅是设计服装 它也是一个艺术家 哦 所以它做很多那种创意的雕塑啊 然后很多这个 呃 艺术品的设计 所以它自己在做服装设计上 你看也是很有艺术性 就有很多小巧思 嗯 而且有一种这个水洗做旧的这种 这种质感 对 就你自己对于那种有一些复古风的单品 喜欢吗 哎 喜欢啊 嗯 就是一些复古的look 也喜欢 嗯 嗯 哎 你会不会就是那种 自己的旧衣服舍不得丢 然后过个几年 然后还能搭配出新的感觉 有 我家里面有 有些 有些 裤子比较百搭的 还有衣服 我就没有扔 还有一些羽绒服外套啥的 都放在家里面 有人说那个牛仔裤是不用洗的 你会洗牛仔裤吗 呃 除非真的弄脏了 啊 大概率也是不行 嗯 但也不是自己洗 我怕把它洗坏了 那就干洗 专业的人去 嗯 但是牛仔裤它真的洗了会掉色的 还是尽量不要洗 但这个我觉得应该可以洗吧 白色应该挺好洗的 对 然后它就是一种这种水洗做旧的效果 那还是尽量放到干洗垫洗吧 哈哈 保护一下衣服啊 实在的代言人啊 教大家 因为我觉得 我们对每件服装单品 真的要像就是 心爱的东西一样珍惜它 毕竟自己精心挑选了 对 花了自己的钱呢 是的 要好好爱惜它 然后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心爱之物 所以你自己家里是不是也很多这个 保留下来的衣服 有 我家 我家里面还有我老家 小学的衣服还在吗 没有 但 我 呃 每个剧组送的祖福我都有保存 还有之前 你说那个有那个 对 剧目名称的logo的那个衣服 还有之前我们大学的校服啥的 嗯 都 你会不会保存一些你很喜欢的自己的角色的那个衣服 我自己角色没有给我保存 都被剧方拿走了 这一服特别是古装 其实很贵 很贵的 都是手工的那种 是的 都是自己做的 但没 那个拿不到呀 是 那个确实很珍惜 没关系 在我们的Net Update 你就可以拥有和俊俊同款的衣服了 哎 那接下来到这个里边的这个亮点了 亮点 可以稍微的给我们就是 哎 分享一下 展示一下 来来 拖了拖了 哎呀 拖了 拖了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里面的这件白 好看 所以你里面特意做了一个打底 打底吗 这个哎呀 这是有点漏空吗 待会就走光了 是是是 走光 不合适不合适 不合适 在直播间不合适 哎 那你给我们讲讲看这个 这个有点像火龙果色系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一眼针织衫吧 对不对 呃 它很清爽 其实很凉快 它不像毛衣那么 它不是 它是针织衫 没有那么热 对吧 不热 嗯 这么 这么透气 嗯 对吧 很适合 春夏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感觉很惬意 你第一眼看到这个衣服 吸引你的是这个颜色吗 那可不 啊 哈哈哈 买了这件衣服就是 这个 这条街上最亮的仔 最亮的仔 最亮的仔 嗯 为什么 其实这种我在日常生活中见这种火龙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叫火龙果色 嗯 这种色的其实很少啊 对吧 没红色 它显黑不 哈哈哈 完全不会 它会显气色 哦哦 对对对 就整个人很有精气色的感觉 整个人很有气色 啊 然后你看它前面这个 应该是一个 我不知道它是个什么 花朵 花朵 啊 这有一个枝干吧 啊 然后你看它上面有这个 它这个是植物 嗯 它是植物 这个植物 这是一个花朵的一样子 对 很有设计感 很有设计感 它上身的这个敷感是什么样的 面料的质地 很轻肤 嗯 很舒服 柔软舒适 柔软舒适 没有问题 没有负担 度假的时候呢 就非常好选择 这个大家度假的时候啊 是吧 都度假 一定要做人群中 人群中最亮的仔 穿上这件很稀疏的 针织工艺的这件 哎 这个这个这个针织衫啊 是的 就非常阳光 非常适合度假 嗯 而且看着就很舒服 清爽 然后跟朋友合影的话 就会心情很好 大家的关注点 绝对是你 CB 下单了 来 这个就下单 哎 讲讲这个裤子好不好 哦 这裤子太舒服了 我想直接 直接大会直接买一座 来 杨哥摸一下这个 很舒服 哎呀 很舒服 真的很舒适 而且很凉快 嗯 但是 而且他也有自己小巧思 我不要露太多了 这样吧 哦 他的腰带 再往上看一下是什么 哦 腹肌啊 腹肌 腹肌还在 腹肌还在 腰带也很特别 腰带 他有这个 嗯 我刚才 哎他不是 还有什么 他不是 等一下我别 他腰带可以 怎么麦别到这里来 别人是有设计的 嗯 刚才那个 他腰带是 别错了 别错了 哦 应该是这么放下来 哦 你可以 看了 这样走一走啊 就很时尚 哎 我们走两步 来来来 抄模来走两步 抄模 我别抄模 从那走一走 走一个走一个 那是不对的 走一个 2023 走一个啊 一千千的尾箱 这个就很舒服啊 这个设计感 有设计感 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条这个裤子啊 是的 是吧 所以其实今天的搭配的主题 我大概理解 俊俊选的 这以他为中心 亲肤 对 然后以这个亮色的这个 针织为中心 搭配了一个比较舒适的裤装 对 今天大家也都看到了 这个 嗯 一上来 肯定看到的 这个第一眼 就是衣服的这个颜色 对吧 那肯定其他的 要根据这个衣服来搭一搭 以他为中心 比如说刚才的牛仔衣 就搭配了这个白色作为点缀 嗯 是吧 然后呢 这个 这个鞋和这个 鞋和裤子 这鞋也给大家讲 是 其实它是属于一个色系的 嗯 再加上这个白色 身上 上身颜色不能不适宜穿太多 不用太划伤 有的时候大家抓不住你的重点 嗯 所以这些呢 就很好 哎 很好地强调了我这个 针织衫的这个特点 是 而且这个裤子的这个面料 刚刚俊俊说 它的感受是非常舒适的 而且我刚手摸也是 这就是Netplay的一个优势了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买手 帮大家做选择 哎 因为通常你自己在网购的时候 你是摸不到它的 哦 但是我们有很优秀的买手 无论从设计感啊 还是这个舒适度 是的 面料上帮大家做把关 然后做完这一波筛选之后 推荐给大家 所以大家拿到手之后 上身 你就会发现 即便是一个看起来很 摆搭 很极简 简单 嗯 但是上身的感觉非常的舒适 它是有设计感的 对 这条裤子我一定要买走 那这件衣服 我要一定要买走 哎呀 好不好 好的 就看你的这个这个晒图 对 就把这个 对 晒工俊同款 大家一起晒起来 晒起来 这个鞋子也很百搭 对不对 很舒服 我平时呢也很 大家都知道我很爱穿板鞋嘛 是吧 运动鞋 然后这个帆布鞋 我其实也很喜欢 嗯 很适合春夏啊 这个其实秋天也很合适 这个这个很透气 很舒适 然后它这个颜色非常百搭 这种叫米色吧 是吧 米色 和这个裤子很搭 然后其实它很适合夏天 你不穿白袜 或者是这个穿个那个隐形船袜 也可以 穿个短裤也很舒适 很自在啊 在街头很街头风 透气 百搭 舒适 度假 度假 这个你看就是刚刚俊英说的 搭配这个休闲的长裤也可以 短裤也可以 是的 牛仔裤也可以 牛仔裤 哪个鞋啊 这个鞋子 可以 搭配蓝色我觉得也很好看 对 非常的就是很舒适的这个感觉 嗯 然后给大家就是百搭 因为我觉得鞋子一定要买的 比较百搭一些 是的 对不对 鞋子一定要 哎 我觉得你好像也很喜欢买帽子 对不对 帽子我很多 你好像经常 私服的帽子搭配都是不一样 因为去机场啊 自己这个我真的吹不好头发 嗯 嗯 我自己这个头发 这么多年了哈 哈哈哈 几十岁的人了 这个头发我真的 我也没有学会 就交给专业的人吧 不会吹 这个省不了这份钱 是 对 所以就帽子很必备 对不对 对 男生头发很重要嘛 因为你自己不会做的话呢 就戴个帽子就去机场了嘛 很简单 对吧 吹干净就行 是的 好了 今天我们今天非常呃真心的 给大家分享了自己这一身的 这个NetPotate的Look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选择下单 然后提醒大家 今天所有下单的宝宝当中呢 会有三位 将会获得我们非常惊喜的 小黑盒的礼物 来自俊俊亲笔签名的 NetPotate的小黑盒 小黑盒 是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给大家再送一个礼物了 今天俊俊呢 还要送给大家五个包 啊 什么包 搭配 表情包 哦 表情包 哎呀 没问题 吓一跳 你们要把你的包拿出来 什么包啊 今天我们有一个小挑战 就是准备的一个小情景 然后呢 哎 你自己平时会用自己的表情包吗 呃 偶尔 那个上次在环球影城那个 嗯 变腹 啊 其实是变成猪 给大家来做这个 日常的那个聊天里面可以用吗 对对可以用 今天我们要更新一下 2023的表情包了好不好 哦 我会给你出一个场景的 呃 五题 然后是一个连贯的 然后你根据不同的提示来做表情 对 没问题 对的哪个机位 哪个机器 身影老师 哈啰 哪个机位 这个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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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来喽 干什么 好 第一个题 今天工作了一天 非常劳累 哦 哦 回家看到有一份来自 NetPotay的黑盒礼物 哇 惊喜状 打开盒子 打开 空空如也 哦 失望 第四条 发现盒子底下呢 有一封信 哦 这是个很棒的无实物表演哦 一封信 打开 疑惑状 存款 存款 给我的存款 存款 赚 赚一个亿 哈哈哈 有个问题 特别很壮的一个重点就是希望真的邀请大家来到我们NapTay 体验一下 是的 时装屋 感受一下 放假的 度假的感觉 度假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格 嗯 重点是GET我们俊俊同款 跟我们代言人工俊一起在我们的NapTay买买买买买买起来 记得关注我们的Nap的那个平台 各种各样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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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移动时装屋的分享到这里呢 接近尾声了 然后我们一会儿呢 还会把这个画面交给我们自播间的主播们 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很多时尚的小窍门 那在接近尾声的时候 俊俊 还有什么话 那想跟我们Nap人们来在分享一下 н 首先呢 非常荣幸能够成为Net-Porter的代言人 希望未来我在穿搭上自从有了NAP相伴之后 能够更上一个台阶 也希望NAP生意兴隆红红火火 大家多多关注NAP 多多在NAP上面选购自己喜欢的衣服 鞋子和各种配饰 谢谢大家 我们也祝愿我们代言人龚俊帅出新高度 帅出新水平 谢谢杨阳哥 祝你 跟你一起帅 恭喜发财 那最后我们再给大家一波优惠券 好不好 好的 再请我们继续倒数三个数 然后大家记得领我们的Net-Porter的大鹅优惠券 大鹅优惠券 准备 三 二 一 抢 快点 然后请大家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稍后还会有我们Net-Porter的主播 继续跟大家分享度假风格的时尚单品 那这边我们就先跟大家拜拜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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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